疫情令韩国业彻底步入寒冬 不过有危, 亦有机 胡医生从医超过20年 曾经做过一年急症 之后专注医科 他说做了医生这么久 当前的环境最恶劣 比起沙士 沙士可能死亡率比较高 但是疫情相短来说比较短 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这个疫情 时间长一点 所以各方面的影响比较大 其实到目前为止 病人是否真的有少到呢 如果要上门 去到我们诊所看证的病人 的确少了很多 因为现在限制令尽量少出街 和父母如果带小朋友来看证 要出街上也是有个担心 怕有风险在这儿 疫情之前 他忙得几乎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疫情之后 很多病人都不敢来诊所 病人少了三成 于是令他想起 遥拐体症 其实遥拐体症这件事 在外国已经实行了几年 在我们香港 医务委员会上年12月 都推出了一个指引 其实现在在医冠局下的部门 都有提供这件服务 外国受疫情冲击 互联网平台的诊疗资讯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倍 处方量也增长了10倍 遥拐体症在香港 似乎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这一天, 陈太为了11个月 带的儿子Aiden 安排视像看医生 只要在预约时间连线 就可以跟医生进行问诊 好 Aiden, 有什么不舒服想看医生 Aiden, 最近她见不见 她也没有那么顺利 以前每天都有 现在两三天才能去 而且她经常都会问诊 应该就复住复住 有没有试过严重到 大便的时候可能会有出血的现象 譬如清潔屁股的时候 会见到有些血 有没有那么严重 爹爹 那又没去到出血 不过我看到屁股的位置会红了 可能它太容易去谷 明白 如果孩子吃了三个月固体食物 你应该可以试试吃水果 有没有建议什么水果 陈太太也是第一次看症 他说不去诊所选视镬 其实是逼不得已 因为家里有两个小朋友 我尽量不想去诊所 因为怕有病菌也会回家 另外因为我儿子现在出牙 他一来不喜欢戴口罩就会扯他 然后他留口水 其实口罩里面也是口水 他更不舒服就想扯他 所以其实他戴不了口罩出街了 没看之前其实他也不放心 最初最大的担心就是想 我看完怎么拿药 是不是又要专专出去 看完才知道 原来看完之后 就会有专人把药送上门 还有也会跟我们做一些查询 又要再认上给医生 去确认那些药是正确的 这个其实本身是我最大的担心 其实也能解决 跟平时一样 看完症, 医生会开药 不同的是核对之后 姑娘会把药打包 以速递尽量两小时之内 送到病人手上 这次过程超顺利 不过过去 曾经也发生不少烏弄场面 试过突然间收不到音 但只看到画面 马上打电话 跟妈妈拿着电话 就在看视像 唯有这样解决 试过有时候刚刚的小孩在扭手 甚至可能他看肚子不舒服 突然间吐了 所以我们要给家长清洁 我们才可以再进行诊症 遥距体症 令病人平均多了两成 表面看也超方便 不过不是什么病都看得 有限制的 因为我们始终 都不可以帮小孩做一个 详细的身体检测 比如好像气喘、痛症 比如小孩肚痛得重要的那些 我们一定要需要小孩 过来我们诊所看的 其他症状, 例如意外受伤那些 又或者孩子太小 大发高烧又不知什么事 这些最好过来我们诊所看医生会更好 这间玻璃母学校一共有二十多间分校 疫情前有近七千个学生 农历新年之后暂停了一个月 学生暴跌, 收入只剩三成都不够 二月份的时候 因为疫情比较严重 现在局局也实施停货 所以我们自愿性地关闭 所以整个二月份里 我们二五间分校是零收入的 但是租金方面也超过七位数字 所以也很厉害 这段时间也没办法 大家一定要共度时间 所以由三月份开始 我们管理层已经自动减薪 减了差不多三成 老师方面 我们也会尽量安排一些实体货 或者一些上线课程给他们上学 减了他们的损失 但是无奈, 始终少了很多课堂 有些兼职老师 也变成没有课堂给他们上 打开大字马 记得脚要尖 打起来, 伸展 看好, 转圈, 下来, 停下 三月中, 学校开始在网上教跳舞 老师要一个人对着镜头示范 同学分别在家里跟着做 对, 我们一起在下方数十声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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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觉得用这个视像上课 和平时真实上课有什么分别? 真实上课有一个指点 你老师可以看到清楚一点 但是视像上课可能有时拍不到 那个位置 哪里错哪里骗 Owen, 你会不会觉得有些困难? 都有些困难 平时可以移动我们那些手手脚脚 去弄好那些位置 但是现在就只可以说 用视像上课都是一段时间的了? 是啊 那Adan, 你惯了吗? 我觉得视像上课有点麻烦 但是可以方便一点 两个人都有 因为可以不用外出 因为现在的疫情 可以的 子琪, 你想不想快点回来上课? 想啊 因为想见到同学 想不想快点回来上课? 想 一般学科坐定定 上课当然没有难度 但是跳舞, 还要是芭蕾舞 最讲求姿势 学习不容易, 教的也很有难度 隔着露宾 我看不到不可以实体地碰他们 没有了身体接触 譬如他们的脚有时帮得不够多 或者抵得不够高 我都不可以去扶一扶他 那就要靠说话技巧去帮他们 令他们明白 比较大的班 因为他们上课的时间都比较久 有些可能跟了我五、六年 可能我说一句 他们就会很容易明白 记得伸尖着脚 和膝头脚要伸直 两个肚子要对着脚尖 看看谁做得最好 小的班有时会比较难明白 但是幸好家长也能帮忙 可能会拉筋的时候 帮我按一下他们的背部 看一看他们的脚要怎样做 隔着膜教这么难 他们也要坚持维持收入之外 其实还因为这样 因为他们其实是考试班 每年都会有一个考试 还有他们的基本功 我都不想他们会停 筋骨和肌肉能力都要继续练习 Crystal是全职老师 虽然也叫做有堂上 但是收入和工事 现在完全不成正比 我们是全线教学 除了进入课室对着镜头之外 我们之前也会拍很多短片 让他们温集 每段短片其实15分钟 但是其实我们背后做了很多东西 动画、音乐剪接 那些都做了很久 本来也不是对着镜头 现在变成全程都是对着镜头 不能错, 所以也有点压力 对于你来说, 收入有没有少到呢 我的收入包括上班 课室的课室 就是网上课 有更多的东西 有展示、比赛、排舞等等 现在所有展示和比赛都停了 所以我都少了四分之一 这个时势不是你唯有信念坚持 就一定可以守住的 因为租金方面 其实都占很大的比例 很多时候都不是全部都可以减 变了都挺吃力的 我看到有些同行方面 有些都支持不住的都有 先ldn 就 import